这里开户场背面时间 2021年7月27号的晚上 我们接着讲 下面两条肯定有点国际新闻 首先一个是川普 这个时候川普的声音好像是小了一点 没有 他们一直在进行下去 这里面就是路西亚 讲到的 下面算引用川普 在亚利桑那州演讲的 那个集会上 他说如果我输掉了选举 我可以接受 我会回家 我会开始建造房子 我会做点什么 我会让自己忙碌起来 我可以很容易的处理它 当他们从你那里窃取 并操纵它时 这并不容易 而且我们必须战斗 我们别无选择 这是川普 川普轻瘦了 突然一下 他也减肥了 这时候有一个特别像现象 路德减肥了 他也减肥了 川普原来很大 你看这个面孔 轻瘦了 就讲到的 如果说是公平的选举 我输了 那我回家可以做好的事情 问题这个不是公平的选举 所以这个意义是 不是我个人的事情 而是牵扯到整个美国 整个美国人的命运问题 和未来前途问题 既然整个美国没有前途 那我回家又有什么义 没有义 所以我要起来捍卫他 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告诉大家 所以这个就不一样 就是说你们偷窃了选票 想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绝不允许 我就要奋其反计 这个就是清教基督信仰的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保的什么 保的是个人的权利 个人的自由 记住 这个等于是美国先 我们其他的族群 踏上了上帝的轨道 他踏上上帝的轨道 所以他要坚守下来 也就是他提前找到了 这一条自我拯救 人类自我救赎的道路 所以我们要坚守 你不能用你落后两百多年东西 去说人家是两百年前的事情 两百年前你还在什么地方呢 你要从文明这个角度 从这个路径靠来 你可能还差了很远 所以美国的保守不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的保守那就是个贬义词 理解这句话吗 所以保守它本身是一个性状的表达 不代表是非公共 所以但是前提有一个前提 我们中国人讲到了保守 或其他族群讲的保守 那就是落后的 所以就应该摒弃掉 那美国人讲的保守 不是的 他是坚持原则和真理 所以后来的所谓的打的这种先进的旗号 你都想变异美国的本质 那就是错误了 我们讲到 所以川普和这些人抗争 这里面当然也有年轻人在里头 我们讲到这个 下面是一串 有一个是叫Darkino 这里面讲到了中国的一个状况 北大微信群 他说我们北大微信群近500人 在郑州大水灾难一周的时间里 没有一人讨论此事 记住 没有一个人讨论这件事情 哪怕一朵哀伤的小话 大家集体沉默 北大的500人的群 你甭管这里面是年龄什么情况 彻底game over了 整个中国这个族群完蛋了 告诉大家 大家发的是音乐病毒美食招聘信息 这两天才有人发出救灾信息 号召捐款 无人响应 他说我群发了几个水灾 换罗难的视频和图片 没有一个北大人回应 有的人不信丢了命 更多活着的丢了脸 瞎了眼 丧了心 没有 不是丢了脸 中国人不应该用丢脸 中国人就因为是个面子的 面子文化 就彻底完面子化 跟本质是十万八千里 虚伪是魔鬼才要面子文化 所以他要披上 那个佛陀的袈裟 佛陀的袈裟 魔鬼披上佛陀的袈裟 不是为面子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要面子的中国人 都是魔鬼 所以他的骨子里面就是 邪恶的 我们讲到邪恶的 欺骗的 这是北大群 北大圣知道吗 是文科的人文的象征 这个族群的人文的象征 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上面 沉默一声不发 这还好意思 是北大吗 鸡鸭猪狗 我们讲到这个 下面还有一条 也讲到这个 我们这个北大 微信群里人都在美国 而且都在美国 是美国的北大人 建的微信群之一 我是被一个师妹 拉进去的 他们不少在美国政府工作 也有一些还没有拿到绿卡 基于移民政策和爱国情怀 相当支持拜登而反对川普 进一步说到了 理解吗 这些人都是鸡鸭猪狗 都是极端自私的 叫按照前里群说的话 叫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好了 下面我们讲一个 Stupidice 讲到 他是送回三顶洞吧 断胳膊断腿能治 脑袋坏了真没治 精神病有治愈的吗 而这一国疯子何以之一之 现在终于明白 为何粉蛆 粉蛆的诸国多灾多难 天怒人愿 今日女牌输给土耳其 不少网民声称 因女牌穿了阿迪达斯 所以才会惨败 也有不少网民表示 女族穿了耐克 女牌阿迪达斯成绩都不理想 哪讲的都穿 安踏里林 这是一个族群的问题 不是某一个人问题 也不是某个别党派 虽然党派在里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但是一个个大家有脑子话 怎么会跟他走呢 重要的 所以中国人都说一事都怪别人 就说明你自己根本就不是人 记住啊 没有你的个性 没有你的东西在里头 所以要送回三顶洞去吧 下面一个是摩西作讲 他忽悠你做炮灰时 叫天下新王皮肤有责 要你当牛做马 做奴隶时 我是党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发扬罗斯丁精神 你信了 照做了 你就是个大傻逼 后面骂的痛快 看看这不是双标的问题 邪恶的问题 邪恶问题 就是需要你的天下新王皮肤 有着你当炮灰去 往里冲了场 对吧 祖国需要你了 就是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你本质的存在 你其实 所以我们讲的跟的大陆的 或者是这种华人在一起 你要上来 你要决定检测一下 这里面有多少 它的人性的度数 如果人性度很少 你保持的距离远一点 就当没见过这个人 你要保持远一点 千万就是 否则你会被它拽进去 拽进去就麻烦 你更别说把她当一个人了 下面我们看看 两个小视频的是 第一个讲到南京的疫情 第二个讲到的 一个小女孩讲 怎么从隧道逃生的事情 我们听一下 这里面是讲到的 南京确诊病例大都打过疫苗 确诊病例目前无重症 他说这些病人当中应该到现在 这是杨毅 杨毅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一女士说到的 他采访的时候就说到这些事 他就讲他回避了一个本质问题 但是也算说出来了 我们再听一下 这些病人当中到现在应该是绝大多数人都打过疫苗 他说只有一个年纪比较轻的 可能没有打过疫苗 这是一直来这么几天都讲 先开始9个 后来18个 30几个 36个什么的 就是那一个 18岁以下 其他全打过疫苗 大家明白了 那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说 确诊病例目前无重症 这个倒是有 这个倒是我们可以 因为那个病毒是灭活的 他是一个小规律 没有那么劣性那么大 但是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后遗症 我们讲的 但是即使这样情况到一定的时候 也会让整个医疗系统崩溃 除非你不管他 除非你不管他 你要管的话还会这样 而且这种事情会不到明年 一到秋冬季就会爆发呢 身体体格一下降就爆发 问题是这还不是重要的 爆发的时候 比如他里面有埃博拉病毒 那个玩意会出血症 什么叫出血症 就是血块凝结一样的 所以当你体格越来越下降的时候 可能会偏瘫啊 脑瘫啊 身体或心脏病猝死啊 因为血块凝结了 堵塞了 都会发生这样的 凡是有血块凝结发生的疾病 都会爆发 如果在你五脏六腑上面凝结 那你想想会是怎样的一个后果 不同的毛病都会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估计奇形怪障的病人都会出现 奇形怪障因为不知道你在哪个脏器哪个部位或哪个方面凝血快了 凝血快了 所以大家记住到这一点啊 所以未来我估计再过几天啊 几天入秋 入秋以后像这种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啊 严重啊 越来越严重 而且如果说反应能反应上大家统计啊 你可以你会发现五花八门的病症啊 基本上都是从凝血开始的啊 凝固血开始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啊 下面这个是一个中学生听听的啊 这应该是个中学生啊 跟他父母一起坐地铁 在地铁里面发生情况 那么光他嘴里面就能一节车厢啊 我们不说他自己说了十几个啊 当时就没有氧气 所以不仅仅是说这个 在这里情况没有氧气 然后还有一个叫那个那个叫什么呀 叫这个冷啊 叫什么冷啊 湿 湿什么啊 湿温啊 湿温 还有一个叫湿温引起的 对吧湿温引起的人基本上 大家知道那甘肃长跑 就湿温引起的啊 所以我们讲这个死亡 不是仅仅这么一点啊 从这个注尸马迹当中 不经意当中得到的信息是最真实的 它是刚时的镜像的直接的反应 其他的都通过加工以后 你就要pass掉了啊 这下面就看看啊 红十字会吧 物质存在哪里 放在那也不发啊 存在干嘛呢 讲到网友这边讲到的一个 他说 福沟 红十字会 你们是要囤货过肥年吗 下面没得吃 你们堆成山 帮忙转发啊 这是讲的福沟 应该是一个地区的 所谓的红十字会 共产党是全面控制啊 包括你吃喝拉撒 什么都控制啊 好 这是讲到这一部分 下面讲一个是奥运会啊 奥运会 看这一位女士 自行车冠军 来自于哪里啊 他说数学博士后 参加奥运 随便买那辆自行车 就夺冠了 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精神 没错啊 靠官办职业选手 与全民健身无关 记住 像中共这样的奇葩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正常的现象 强着打鸡血打出来的啊 奥地利选手安娜基森 赫菲尔 在东京奥运会 女子公路自行车项目 夺得冠军 奥地利自04年以来 以后终于有了 又一枚奥运会金牌 体育赛场成绩惊人 体育之外的安娜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让人不得不叹腐 一女士啊 后面还有一个文章 就告诉他 他就随便买了一个自行车 他觉得喜欢啊 就随便买了一个 一买他把第二名 都扔了好远 然后第二名 还以为自己得了第一名 开心了啊 他等于 后面第二名看第一名 看不见了 看不见 你想想插了多远的距离 我们讲到 这个才是奥运军 他全然自发的 才叫公平性 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 自发的自愿的 才叫公平性 后面还有几个奥运军 你看看是男是女 中共的人员 到底是男孩 有的我都不好意思发上来啊 一会我们看啊 这他就讲到啊 公路自行车赛 昨天的比赛里有一个花絮 虽然主人公不是安娜 却也因她而起 因为公路自行车赛 距离太长了 安娜一路领先到 身后的选手 都看不到她的身影的程度 以至于第二个过线的 荷兰选手 兴奋的庆祝自己夺冠 据安娜所说 自己没有什么赞助商 参赛用车是自己买的 没有品牌 也没啥特殊的配件 这完全是什么样的情况 一般自行车性能是有关系 好不好运动 然后还有一个是 人的体力毅力 和他自己的 跟这个自行车的适配程度 我们讲的啊 这个是一块情况 下面这个啊 这是谁 我们看一下啊 离开了祖国 你即可奥运摘金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心平气静的 戴上这块金牌 不需要痛哭流涕的 感谢那些名为帮你 实为伤害你的人和组织 一句话 你可以轻松的做个正常人 没有任何捆绑 OK 这应该是加拿大 那个女子 就是被中共卖掉的 婴儿 卖掉婴儿的那个 他获得了游泳的 哪一项游泳的冠军 就是讲的 所以大家记住 自由是你应该 与生俱来 第一要追求的 所以过去有句话叫 没自由污蔑死 这句话如果刻到中国人的骨子里面起 那么中国的我们这个族群才会真正的伟大起来 没有这句话你就没写 没自由污蔑死 这句话要刻到每个人生长 在族群里面那个就不得了 能量就非常大了 下面这个胡锡进 据说后面打一跨胡 流亡 杀叫杀一舍 胡锡进流亡 看了说什么 他说老胡看来 中国弃英货奥运金牌充分体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这时候他又来捡了 说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既把社会负担甩锅给加拿大 赚取高额外汇 又在客观上成就了助能为乐 更为国家培养了奥运 建而节省开支 最后还为祖国赢得奥运冠军 为中华民族赢得骄傲 眼花缭乱空手套白狼的操作 难怪许多老外不禁感叹 一枚奥运金牌 让中国狠狠地赢了六次 这个可能是 不知道 胡锡进流亡 其实正话反说吧 有人可能冒充他的 估计是这样的话语 但前面的话语真的是很像他的口气 讲到这个 极端无词 那么下面这个图片就是 更有意思 看到吗 这是农村的一个养猪场 遇到大水以后 被铁栅栏围住了 网友说什么 河南中州中敖县 惨淡而又无奈的县市 水深火热又无路可逃 他用了这个猪场的这个境况 来反映什么 反映整个14亿人 所以我们讲 大家还不承认吗 这14亿人在一个猪圈里面 三面四面都被围住 他跑不出去 天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就专制在里面 一直持续两千多年 不可能有新的东西 他就变成了一个喂养 变成了一个文明的消费者 不可能参与文明的大潮 建设大潮不可能 所以反过来讲 14亿人都是这个猪圈里面围着 围来建猪圈的就是什么 共产党 现在来讲就是共产党 那么锁住大家 让大家变成猪的是什么 孔孟的传统的所谓的文化 太监式的文化 我们讲到这个 这是一个 下面再看看这个 这是遇到水灾的普通民众 像是一种转移一样 你可以说是逃难也好 转移一好 下面的水还很烈 看看文章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看一下 看看大家的状态 这说社会的确进步了 可以逃荒要犯了 三年大饥荒时期 是机枪封锁村口 一指而始 白骨鹿鱼也千里无鸡鸣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政府 在哪里呢 这么多灾民的一日三餐 有着落吗 能给他们亦能发带方便面吗 这玩意好 现在说是比过去有进步了 过去是不让你出村 活活的要你饿死 目的是什么 减少人口 减少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负担 所以他需要你的时候 需要炮灰的时候 他不要你拼命的生孩子 然后一看炮灰够用了 不行了不需要的时候 他就要想办法消灭你们 减少人口 理解吗 这叫中共的一个独身尊女政策 和后面现在要开放生三胎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 中国人在他这个环境下面 就是牲口 积压猪狗的牲口 这里面一会儿我们还探到新东方 新东方的股价暴跌 暴跌的原因就是中共的教育部 出台不让 课外补习 那么新东方本身就不是教育体系里面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受到巨大打压 昨天我们一个朋友还发来一个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也就是不知道他这件事情是真的开展了 就谈到的是新东方 他们就在 他们用了一个满清的时期的 就不叫满清时期 就是用一个清朝电视剧里面讲到这里 不是清朝 是那个香港电影 周润发他们演的那个 好像周润发演的赌王赌神的意思 他们到公海去赌博 然后抓起来聚赌 那最多罚一千 他就说好像新东方开始组织海上旅游教训 以旅游的名义进行教训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 专制独裁是禁不住的 人要想追求自由 想要干什么 总归有办法 所以我们讲你想获救 你不要去怨天员 不要去找别人 他就是说准备组织了这样 第几期第几期 坐船到公海海上去旅游去 所以他在公海里面上课 在船上里面上课 那你就不受你的大陆这个管辖的监管了 好后面有一串好现象的事情 这一个先看这个 写了一个维稳 维稳不是维护的维墙的维 这是在哪里看到吗 一个黄的板挡住了中间很多鲜花 那么对面是一个是郑州五号线地铁 有五号线地铁估计遇难的家属们 把那个鲜花放在这里面祭点 投期 然后被共产党就拿那个隔板挡起来了 不让人看 那么到晚上 大家过去有些人 我们看下面一个视频 就是这些人勇敢的把这个挡板给拆卸掉了 看着啊 拒过了 好像这个人拒过了 大家都在拒点 来咱鼓鼓掌吧好吗 太棒了啊 我觉得咱们郑州市民都应该勇敢一点 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应该做斗争 咱一块一块动谁一块动我拆了 先别帮拍照的 哎不要不要急 慢慢来 别着急 这个不要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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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文明一点 咱们都是文明的视频 放到那个 当时也不当 当时也不当 让人家坐着回甲户 好 好 起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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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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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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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都会来啊 如果他打一次我明天还会拆 大家都一口来 行不行啊 好 很好 我每天都会来啊 这算是勇敢者 勇敢者 但不知道今天会是怎样结果 后续我们还要看 是不是共产党要把他们拘留 这里我们不清楚 我们看看这情况 这下面讲 一句勇敢的郑州市民 自发地拆除地铁口的围党 这是讲到的一个 这段我们到这里 下面可能会有两个重要的事情 我们再接着讲 一个重要的